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荷花 荷花真的太漂亮了 今天运气不错 好开心啊 我发现在台湾 就算很热烙的地方 也不会潮潮烙烙的 现在就坐在马路边 咸中面好吃 下次因为老公站起来 就可以用点西菜来吃 里面种的植物都是台湾地名植物 都南山是地名吗 都南山 怎么感觉听起来是辣的 早安朋友们 我今天又出门了 一月份给自己定了一个小小的目标 就是能出门就尽量不在家里 主要是为了多出来走动 所以我这一次出门 来领新的居留证 我这已经办好了 像之前我都是直接寄到家里面 然后这个月我就为了让自己多出来 走动走动 我就选择自己到银居所这边来拿 今天都来拿 证件完之后就在附近吃点东西 时间够的话就去附近那夜馆 逛一逛 现在是9点35分 只能取舰 老样子还是在二楼取舰 就在35号窗口一下下就领好了 一分钟就把事情办好了 现在去吃个早午餐 找到了就是这一家 差点来齐咯 准备开动 刚刚适合了一口这个银桌 非常的香耶很好喝 是蒜头酥还是红葱酥 开动啦 今天外面饭非常大 这个粥很好喝耶 看一下店内的环境 还有很大小小的 大概就几桌 然后我们现在就坐在马路边 现在来吃 吃个肉 加一点酱 还有加一点点 再来尝一下炸豆 加咸中好吃 下次因为老公一起来 就可以点些菜来吃 炸豆很好吃 然后我们去处 加上他的酱 加上他的酱 大果咸中里面有很多的肉末 刚刚已经吃掉很多肉 小小的肉 乖 全部吃干干 太好吃了 老板我要一份油饭带走 没有了 好谢谢 拜拜 吃完饭还有一点时间 现在才十点二十几分 这边是台北植物园的另外一个门 植物园里面的空气太好啦 只是一起来只隔而已 外面的车 那么的草 然后里面这么的安静 空气又特别的好 特别清新 我看到蜡叶馆啊 跟着路标走 非常的清楚 现在去蜡叶馆看一看 过一个小桥 好 这里面有鱼耶 好多鱼啊 啊这边是蜡叶馆 前面一点点的小洞 就是那个清代的房子 这个是日子时期盖的房子 蜡叶馆 这边好像都是台湾的植物耶 台湾森林植被带 这边还有二楼 这个空间是很漂亮 现在去二楼逛一逛 这个房子好漂亮哦 好喜欢这种宽敞的房子 我真的是走马逛画 简单看一看 这边有点像是一个办公区 有好多办公桌 从二楼的楼梯上来 然后就看到办公桌 再来这边有很多的柜子 里面放了很多工具之类的东西吧 大概11点就要去做捷运吧 再走一走看一看 在标本馆的隔壁 有一个盆子 里面种的植物都是台湾地名植物 我刚刚看了一下下 基隆野山药 但是现在还没有开馆 开馆时间是周三至周日 下午1点至4点 还有基隆葡萄 这一株是基隆葡萄 旁边那一株 都南山金石榴 都南山在哪里 那边还有一盆 这一盆 这可能是台东书绝吗 还是什么了 太远了我看不见 都南山是地名吗 都南山 怎么感觉听起来像纳人的 在这边逛一逛 发现了鱼心草 鱼心草之前有听说 但是都没有见过长什么样 今天终于看到了 身后的一大片都是鱼心草 怎么突然间觉得 跟我的裙子好像 我身上的裙子 是不是也画的是鱼心草 它的花朵是长这样子的 白白的 然后有凸起来的那个 绿绿的不晓得是什么 它的种子吗 这就是鱼心草啦 现在来走一下这条步道 都被两边的树木给包围住了 环境超级好的 植物园真的很棒很棒 非常推荐 所有人来这边走走逛逛 既然都来到植物园啊 就去荷花池看一看荷花开了没 远远的看过去已经有一些荷花开了耶 差一次来都没有看到荷花 今天运气不错哦 好开心啊 出来走一走逛逛 居然五月份荷花就开了 带大家去看一看荷花 看到我身后的荷花了吗 还有古建筑 哇 这荷花应该还没有大开吧 但是已经很漂亮了 调暗一点 有看到吗 荷花好美哦 一大片耶 超大一片的 啊 好漂亮好漂亮 心情超好的 对啊 荷花荷花真的太漂亮了 啊 好美啊 现在准备这样绕一圈 那边好像有一个日式的 日式建筑 日式庭院 好多人围在这边拍照 我发现在台湾 就算很热闹的地方 也不会吵吵闹闹的 大家冷很多都在这边拍照 都在这边拍照啊什么的 大家都不会觉得说很吵 反而还是很安静 我讲话都不敢太大声 前面的这一个很日式的 今天有开放耶 我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赶快进来逛一逛看 上一次来的时候没有开放 今天有开放 周三至周日 阑门厅323 这一栋不晓得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还没有看 只是先走马逛花的一圈 我觉得它这个庭院很漂亮 就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 今日影片的结尾 现在已经11点了 不能再逛下去了 再逛下去就舍不得回家了 那就这样子吧 对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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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